一位母亲刚刚打开厕所的门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女儿浑身湿血的躺在浴缸中一动不动 等她醒来的时候 奇怪的事儿却发生了 刚刚割弯的手上居然没有一点伤痕 真妮赶紧下床去找人帮忙 白剑的脚丫子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血脚印 整个医院就像是一个鬼城 看不到任何人的踪影 这是一个盒子吸引了她的注意 打开一看只是一些奇怪的人骨 突然一只骷髅手伸了过来 真妮瞬间惊醒 原来刚刚只是她的一场噩梦 因为刚和男友分手 真妮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为了让她走出阴满 好友特意带她去参加一场冒险活动 这里是一个废弃已久的工厂 传说在二战时期 德军在这里做一些秘密的人体实验 几百个女孩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 因此这里也被当地人称为死亡禁区 在随后的探寻当中 几人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箱子 里面装着纳粹的军服和一个精致的盒子 一旁还附带一张说明书 原来当时纳粹在研究生化武器的时候 不小心放出了一个恶灵 这个秘密工厂里的一百多个军官全被杀害 看到这里几人瞬间来了兴致 他们依照上面的方法摆出五角通灵阵 在扔出了骨头过后 其中一个女孩的双手瞬间炸裂 恶灵直接从她的体内爬了出来 一群人吓得疯狂逃窜 他们十分后悔召唤出了这个怪物 可现在已经为时过完 杀人魔已经展开她的猎杀模式 这时还有个小伙主动向杀人魔发起挑战 显然她还不知道这个恶魔的厉害 杀人魔反手就将小伙砍倒在地 随后把她的手按在桌上 直接用小刀挽起来戳手指的游戏 眨眼间小伙的双手就被锋利的小刀插得细碎 惊恐的她赶紧向出口爬去 可杀人魔并没有放过小伙 只见她转身就拿上了电锯 对着小伙的双腿就砍了过去 恐怖的杀人魔也就此开始 珍妮这边 她也在工厂里寻找同伴的踪迹 正在她看到同伴的尸体时 一旁的威廉赶紧捂住了她的嘴巴 原来杀人魔就在他们身边 还好刚刚珍妮没有呼喊 在逃离的过程中 两人还碰到了雪梨 而这时 珍妮魔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三人吓得赶紧向出口跑了过去 在工厂的另一边 又有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过来探险了 其中一个女孩因为尿急 就独自找了一个角落去叙叙 这时她还在地上捡到了一瓶啤酒 女孩想都没想就畅饮了起来 等她放下瓶子才发现 里面居然全都是血 随后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她身后 女孩转身就准备逃离 可没有想到却踩到了地上的泄迹 她整个人直接被钢管插穿了身体 紧接着 珍妮魔也发现了其他人的存在 她赶紧拿上镰刀 瞬间砍掉了小伙的下半身 这一边 他们还在努力寻找出口 在逃离的过程中 几人还遇到了一个流量汉 通过交谈得知 她曾经也放出过珍妮魔的恶灵 当时的她还很小 身边的父母全被杀害 最后流量汉知道了封印珍妮魔的方法 只需要再次开启五星通灵阵 然后把骨头随机放在五个角落 这样就可以收复恶灵 所以他们现在需要重新返回楼上 拿到骨头 四人立刻分头行动 珍妮和威廉负责去开车 吸引杀热魔的注意 流量汉只趁机去五角阵里扔骨头 可她最终还是被杀热魔发现 几人赶紧四三而逃 可怜的威廉率先遭到了杀热魔的袭击 一把尖刀瞬间插穿她的身体 这下珍妮也直接惊呆 恐怖的杀热魔也即将对她下手 危急关头 同伴雪梨拿着棍棒冲了进来 眼见情况不对 珍妮赶紧逃离 她疯狂向楼上跑去 随后躲在一旁的角落里 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可没过多久 一双黑手就伸了过来 杀热魔也发现了珍妮的踪迹 无奈的她再次展开了逃亡之路 她通过一旁的锁链来到了地下室 虽然她现在的内心十分害怕 可珍妮并没有因此放弃希望 只见她拿上一旁的皮带 绑住了自己的大动脉 紧接着用大剪刀将自己的手掌剪断 伴随了一声痛苦哀嚎 珍妮残忍地砍掉了自己的右手 这看着都疼啊 她用血在地上画了一个五角症 然后拿出右手里的骨头 扔在五角星的每个角落 而这时的杀热魔却在房子外 危急关头珍妮启动五星招红症 杀热魔的灵魂瞬间被吸附了过来 最后被火焰封印在了珍妮的骨头里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迅持了下来 临走前 珍妮还发现了同伴的手机 除了珍妮 女孩雪莉也活了下来 原来刚刚是她故意装死 诱骗杀热魔 两人都在这场大冒险中存活了下来 这晚雪莉突然听到屋里有奇怪的声响 她赶紧过去查看情况 但寻找一番却没有任何发现 这瞬间让她紧张了起来 突然一旁冲出一个人 仔细一看原来是男友约翰啊 正在两人准备甜蜜一番的时候 约翰的脚骨瞬间炸裂 雪莉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劲 然后啊杀热魔就从小伙的体内爬了出来 而这一切都是珍妮的计划 原来约翰就是珍妮的前男友 他在雪莉的手机上发现了两人的事情 在直接让她怒火冲烧 果然是日方夜方闺蜜难防啊 为了报复他们 珍妮又重新召唤出了杀人魔 让喜欢刺激的两人体验了一把什么是真正的刺激 本拼完 还可以吧 姐妹撕逼加上纳粹僵尸 火辣辣的青春肉体啊 电影里恶魔很喜欢从人的身体里面出来 这样一出现就顺便干掉了一个人 而且那个人都是要先多个地方骨折 骨头都捅破皮肉露了出来 我发现啊 恶魔还很喜欢给受害者暴菊 一个男的就是被恶魔用电锯插入菊花而死 另一个妹子在啪啪时被恶魔用砍刀 从屁股缝中间向上劈身两半 还顺便把那个男的弟弟给砍了下来 最后那个闺蜜被恶魔用扫帚感从菊花直插到嘴里 扫帚感从嘴里透出而死 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你看那三眼中开满的菊花 好了 我是六狗了 拜拜 拜拜 拜拜